祂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帮助着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前进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你的话语就要照亮我们 主你的话语要逃到我们 帮助我们 使得我们一天比一天 更像主耶稣基督 我们更将今天早上的 所有的服事人员 孩子讲道的口 主教还有药材的带领 以及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带导 我们都向主祢来交托 包括我们的台前幕后 所有的服事人员 愿我们所奉献上的小小的服事 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 成为主子民 大大的一个祝福 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这had ή门基督的生命 我们艺术杨基督的生命 主内和献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现在我们开始今早的圣餐崇拜 诗篇113篇 一节至二节 这样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让我们坐坐来听 入殿师万古磐石歌 兵末响歌词 预备自己敬拜上帝 祝福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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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洁心之文 我们一同开身祷告说 全人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 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 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足 求主用圣灵的感化 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 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我主耶稣基督说 首要的劫命就是 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劫命 恳求主怜悯我们将这一切圣洁命 刻在我们心里 大哉起宣读世界 请大家坐下 当流星听上帝吩咐他子民的洁明 上帝说 我是主你的上帝 除我以外不可敬奉别的神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拜偶像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忘称上帝的名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应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应当孝敬父母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杀人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奸淫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偷盗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妄作见证陷害人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守着劫命 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 求主怜悯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守着劫命 怜悯诵 求主怜悯 求基督怜悯 求主怜悯 上帝爱世人 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要认罪 以忏悔和信心 坚决遵行主的诫命 又当与人亲善有爱 和睦共处 让我们做作一同思想 一周有没有得罪主 得罪人的地方 让我们的一一来认罪悔改 认罪人 让我们一同开声祷告说 全人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心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道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决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责命 求主赦免我们 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赦免 Amen 命当中的赦免 全人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 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灵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 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 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 Amen 会众请起立 作为蒙上帝饶恕 为他所接纳的人 我们也当彼此接纳 让我们以 无接触的方式 彼此拱手问安 大家继续站立 今天是大灾第一主日 让我们一起用本日注文 以及大灾首日注文 一同开身祷告说 全人的上帝 你的圣子耶稣 被试探 如同我们一样 他却不犯罪 主你知道 我们是软弱的 求祢赐我们 有克里生的恩典 来顺服圣灵 并体会到 你拯救的大能 这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求的 Amen 全人永生的上帝 不厌恶一切所造的 又赦免悔改人的罪 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叫我们切实忧伤罪恶 承认过错 痛悔自心 就能蒙至十悲的上帝 完全的饶恕和赦免 这都是靠着 我主耶稣基督求的 Amen 请大家坐下 攻读经文 现在我们请齐玉德弟兄来读 今早的经文 今早要读一段经文 取自罗马书 第十章第八节到三节 第八节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 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 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 求靠他的人 因为 凡求靠主民的 就必得救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会众请起 公读福音书 福音书曲子 《路加福音》 第四章第一节到 第十三节 愿荣光归主 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热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下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全病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色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 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大套 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的死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这是基督福音 愿赞美归于基督 归座请坐 姐妹们早上平安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讲道的系列 就是在显现节旗 关于耶稣的一个讲道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这次我们要谈论的是 得救恩者 可以帮我翻下一张 还是 下一个讲道系列呢 就是关于得救恩者的一个系列 得救恩者 这边谁是得救恩的人 我们都得救恩对不对 我们都是得救恩的人 而且这个是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大灾节期 大灾节期就是主耶稣 一步一步的往十字架过去 然后要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恩典 所以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 应该又怎么样回应呢 所以今天的第一讲 主要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救恩的依据跟基础是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怎么样可以得到 那接下来的几讲里面 我们就会讲到说 作为得救恩的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关注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试炼 甚至是我们 什么是我们应该竭力去追求 什么是我们应该要舍己 要放下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系列的讲道 那么今天第一讲 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们人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救恩 难道除了上帝的救恩以外 我们不能自救吗 我们没有别的救法吗 难道耶稣非得上十字架 祂如果不上十字架 救恩可以成立吗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 就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让我们的父神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要求你赐我们智慧 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 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使到主你的话语能够对我们说话 以致我们明白主 你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讲何等的重要 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拥有的帮助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了解怎么样得到 以及得到之后我们又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讲到说人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救赎 我相信如果身为基督徒 大家都很容易回答一个字而已 对不对 罪 对不对 为了罪 但是 这个罪 真的一定要靠上帝才能够去克服它吗 还是说我们人有没有可能 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 那要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去 罪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本质 那许多的圣经里面的记录当中 大概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他说因为凡事上的事 不论是肉身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或者今世骄傲 都不是从父而来 而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他大致上就把罪归成三大类 肉身情欲的需要 眼目情欲的需要 然后最后是今世的骄傲 那这三样到底怎么样 可以给大家一些的例子呢 首先讲到肉身的需要 肉体上的需要 你直接感受到的 肚子饿你需要食物 对不对 人吃食物才可以活下去 但是有的人呢 看到好吃的食物拼命的吃拼命的吃 管它卡路里高 管它盐分多 管它糖分多 就是吃吃吃吃到健康出问题 三样都高 血压高 胆固醇高 那吃是我们需要的 但是过量的吃 没有节制的吃 泛滥的吃 就是罪的由来 当然除了食欲之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 包括讲得比较白一点 性欲 这个如果泛滥也是一种罪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懒惰 我们休息是需要的 休息为了走更远的路 但是休息休息 休息到该做的东西也不去做 好意勿劳 好吃懒做 那就出问题了 那另外一个呢 眼目情欲的罪 是眼睛看到才去犯罪的 别人有更漂亮的衣服 我也要 别人有金光散散的车 我也要 别人有更大的房子 我也要 小孩子看到 隔壁座的同学 有更新的铅笔盒 我也要 我们有一句福建话讲 Badju Pai 就是你去外面 本来以为window shopping 看看就好 结果看看 回来买了一大堆 用不上的东西 看到就想要占有 对物质上的追求 其实是我们人类社会 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我们希望每样东西 都比以前更好 多少年前 我小时候大概有 讲出来我的岁数都暴露出来了 整50年前电视机是黑白的 现在是要看到有色的 而且不只要有色 最好还可以放YouTube 什么都可以 社会需要进步 但是当你追求这些东西 到一个地步你已经迷失了 为了追求而追求 明明一台 现在的这台电话都可以用了 你还是要有一台最新的 最多的function 但是其实那些新的功能 你都用不上的 所以这些就变成了一个罪的问题 最后是今世骄傲 人被称赞 每个人都喜欢 称赞你一句 弟兄你今天的带导真的很棒 姐妹你今天的服饰真的很棒 谁都喜欢 但是我们是为了这些称赞来服事呢 还是我们为了要敬拜上帝 要尊荣上帝 我们才来服事 那个荣耀是从主而来的 或者是荣耀主还是要荣耀自己 所以这些都会引发我们犯罪 包括我们今天 弟兄为我们读的福音书里面 魔鬼试探耶稣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说 魔鬼试探耶稣那三样东西 其实跟约翰在这个福音 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那三种罪 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们尝试看一下吧 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 讲到耶稣进食祷告四十天之后 肚子饿 然后魔鬼跟他讲说 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面包 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试探 是肉体情欲的罪 肚子饿了你要吃 但是耶稣告诉他什么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靠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个是一个肉身情欲的一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 魔鬼继续告诉他 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去 然后给他看全世界的国家 这些国家 还有国家里面的所谓的荣华 还有里面一切的权柄 是这个时候由魔鬼来托管 我要给谁就给谁 你向我下拜的话 这些全部给你 世界的国家 当中的荣华 这个是什么 你拥有 你拥有权柄 拥有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里面的人民 你要怎样抽税 你就怎样抽税 国家里面所有的荣华 所有荣华富贵的东西 都是你的 你是管理者 你是统治者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 眼目情欲的罪 看到我要拥有 天底下所有的资源 食物也好 黄金也好 都在权柄底下 我拥有这个权柄 我就拥有这一切 所以魔鬼第二次 是用眼目情欲的罪 来试探耶稣 然后最后一次 当他说 我要把你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其实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然后在圣殿上面 你可以跳下去 因为上帝已经说过 他不会让你的脚碰到石头 就是不会让你摔倒 不会让你受伤 下来的时候 天使就拖着你 这个会让你想到什么 把这个场景转到今天 来想一想吧 好不好 转到今天 假设有某一位牧师 站在我们圣山一堂上面 那个塔顶 那个十字架那边 来崇拜的会友 每个人看到 哎呀这个牧师站在上面做什么 然后突然间就跳下来 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每个人都看到神迹 然后每个人就做什么 哇这个耶赛厉害耶 有神迹耶 然后跳下来这么高 没有受伤 轻飘飘地落下来 得到的是什么 很多人的赞赏 很多人的惊讶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魔鬼这一次要试探说 你到圣殿底上 圣殿那边是所有犹太人去崇拜的地方 每个人都会去那边看 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在上面 然后这个人跳下来 竟然有神迹保护他 他们大概就立刻把这个人当成是神人了 可以推选他做大祭司 也不一定了 所以这一次是要试探他什么 今世的骄傲 这种虚荣 但是耶稣知道 真正要荣耀的是上帝 不可试探你的神 你要荣耀你的上帝 不是荣耀自己 所以同样的 这三种试探 不只是出现在 耶稣四十天在旷野被试炼 甚至是我们的始祖犯罪 第一桩罪 上帝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夏娃去吃的时候 夏娃的脑海里面想这是什么 他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 肉身情欲的罪 他看到这个果子 可阅人眼目 看得很漂亮 你想要拥有它 眼目情欲的罪 然后最后呢 吃了叫人有智慧 这个就要回溯上一节的经文 因为魔鬼在诱惑他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你吃了眼睛就会发亮 然后好像上帝这样 能够变明是非 所以他为了要像上帝一样 跟上帝一样 跟我的创造者一样 所以这个试探是在 虚荣 要为自己争取荣耀的一个试探 所以你看到罪离不开这三样的东西 肉身的需要 眼目看到想要拥有资源的需要 然后今生的需要 今生虚荣的需要 但是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一切东西都是人类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 你可以祷告说 主啊帮助我 懂得控制我的食物 但是你不可能祷告说 主啊把我的食欲挪掉 你没有了食欲 不吃你就死了 心欲会让人犯罪 你也不可以祷告说 主啊把我的心欲挪掉 这样人类就绝肿了了 要在上帝所许可的 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里面来进行 那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知道争取更好的生活 这个是人类社会推动前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你拿掉这个动力 那么我们大概就是活到50年前或者100年前的社会 可能还在 跟地 还在骑马来教会 但是如果你为了追求这个 而忘了追求原本的目的 造福全人群的话 那么就很可惜了 你就陷入这个追求里面 一直追一直追 而且你会发觉这种追求永远没有满足的 有了100万要200万 有了200万要1000万 有了1000万要2000万 没有一个尽头的 同样个人虚荣也是没有尽头的 今天给人家夸乐 明天你还希望给人夸吗 当然要 最好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来夸我 这些东西追求无穷无尽 但是却也是我们人类 继续往前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 的一个欲望 的一个动力来的 那怎么样来平衡呢 你真的就需要一位上帝 来告诉你说 哪里可以停止 你需要有一位耶稣 以他的生命作为一个榜样 他有肉身的需要吗 有 他累了 他渴了 他需要喝 他需要睡觉 需要休息 但是休息够了 他继续的来服侍人群 你说野木情欲的需要吗 他也需要吃 他也需要使用东西 他也需要有到处行动需要的那些经费 但是够用 够他做他的事工就可以了 你说他有这个荣耀吗 他的荣耀是荣耀自己 还是他所说的 我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 所以当你这个对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位救主 给你这个生命中的指引 包括我们刚才所念的大灾第一主日的注文 注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注文一开始就提到主耶稣在 近时四时昼夜 受试探好像我们一样 但是他没有犯罪 然后我们没有求主说把这些诱惑都挪去 我们是说求你吃我们有功课几身的恩典 来顺服圣灵 所以这些欲望是存在的 不可能挪去的 但是要怎么样攻克己身 在上帝许可的范围里面 来拥有这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位从上帝而来的救主 一位耶稣基督的榜样 来让我们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份的救赎跟恩典 那我们如何来得到他呢 我们需要很努力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找吗 还是这个恩典其实离我们相当近呢 我们另外一段的经文 今早念的另外一段的经文 在罗马书里面 保罗就说 这一个恩典其实离你们不远 正在你的口 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离我们很近而已 就在嘴边 就在心里面 你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 伸手可及 不像前一节的经文讲 我们要到天上去把这个恩典领下来 或者我们要下到地里面去把这个恩典拿上来 没有 这个恩典已经在你的嘴边 在你的心里了 就是那一个信主的道 关键在于信主 那么保罗继续在解释说 什么叫做在口边 在心里呢 他说 你若口里承认 就 你若口里 我这个眼睛真的是 你若口里认基督为主 正在口里 正在你口里 对应那一个你口要认 然后在心里面 心里承认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口是承认 心里面是相信 而且保罗还担心我们 没有听清楚 他继续补充在下一节 下两节的经文里面 他说 人若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 你记得黄色是 黄色是代表心里面的 就在你的心里面 心里面要认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呢 心里面若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面若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心里相信 口里面要承认 代表这两个层面 心里面相信 当然你知道你相信 周围的人知道你相信吗 没有人知道 你不说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还要补充一句 口里承认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当我们跟人家讲解福音 这个人愿意来相信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带领他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对不对 我们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 愿意来信靠耶稣 借着口里面在祷告中来承认 当然还有Part 2 Part 2就是什么 来到教会来洗礼 当时跟你在场的那两三个人做见证 但是现在我们希望整个教会做见证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病床洗礼 我们有知道的可以 有一些身体软弱不能出门的 我们可以到他们的家里面 在家里面做洗礼 但是我们更鼓励是在崇拜的时候 来到教会洗礼 因为众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 然后牧师要问你 总共有六个问题 问你三个 然后你答四 然后另外再问你三个 你是不是信靠耶稣 信靠圣灵什么 你一一回答 然后大家就说 我们欢迎你进入我们的大家庭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是口里承认 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 就是救恩的基础了 所以也难怪我们的这个 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自己 这个虽然是记载约翰福音 不过不是约翰讲的 是耶稣自己讲的 说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一切信他的 作为信 这个表达 当然也有人会问说 是啦 口里面承认 信 心里面相信 信和口里面承认 信跟承认本身 容易吗 你说容易也容易啦 你说难也难 对不对 容易就是口里面讲了 一起做节制祷告就是了 相信你心里面认同说 嗯这个讲的有道理我信 就 就是一步而已就是 就是讲出来 跟信里面做一个决定而已 但是 你讲难吗 当然难啦 不然我们每次传福音 传到 真的是好像很辛苦这样 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然后就常常被拒绝 常常有的人听不明白 听不进去 或者是听明白了 但是就是不愿意来信 所以你讲难吗 其实他也难啦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千里之路死于一步 就是要走一千里的道路 这么远的一段道路 你还是要从第一步开始 没有人说我要走一公里 我就走一步开始 走一千公里 我就从第一公里开始 一跳就跳一公里 没有那回事 怎么样的路程 都是靠第一步 但是这个第一步要跨出去 有时候真的是 讲容易也容易 一踏出去就是第一步了 你讲难呢 他站在那边想 哇前面一千里 我要走到几时 那一步要踏出去啊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在那边在那边挣扎 所以你讲难 他也有他的难度 所以 救恩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 但是要踏出那一步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上一次在上一个系列的讲道当中 我讲到耶稣作为一个得人的渔夫的时候 还记得那三点 首先 福音要传出去 一定要开始讲 耶稣也是对着众人 把船推开一点 对着众人讲 但是讲了之后 其实我们不懂众人当中有多少相信 但是他却招了彼得 跟安德烈 然后另外一支船是约翰跟雅各出海 然后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耶稣说下网捕鱼 结果就捞到满满的一网鱼的时候 他们这四个人看见了神迹 他们就信了 所以真的传福音靠我们自己 但是能不能够相信是上帝的大人 所以真的我们是需要这个救恩 而这个救恩其实离我们很近 只要信 当然这个信 讲难不难 讲容易也不容易 我们就大家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能力 我们人可以做的尽量去传 但是到头来看上帝感动 时候到了他们就来了 最后我们又要想说 我们既然需要这个救赎 而这个救赎也可以得到 很高近 只要你决定了就可以得到 那么因信而得救赎的人 他又会怎么做呢 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当他决定说我要信了 当他口里面承认 决志祷告也好 洗礼也好 之后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两节的经文的时候 这边就先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每个人都是同一位上帝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两群很截然不同的人 一群就是耶稣所属的那个群体 耶稣的民族就是犹太人 彼得 约翰他们都是犹太人 从开始在犹太教的环境底下生活 另外一群是希腊人 他们是多神论的 他们拜的是众神 有一个叫做宗师的 是众神之父 像我们华人的玉王大帝这样 然后底下又有很多男的女的神 有一些是管种植食物的 有一些是管大孩的 都有 他们是多神论 所以两组不同的人 截然不同的人 但是保罗告诉他们 这两组人其实都一样 怎么样讲一样呢 要得救同样就是信跟承认 同样的信跟承认得救之后呢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这两群人 犹太人有他的优势 就是他们从开始就是上帝拣选的人 所以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在当中 有上帝的呼召 那么他们有割礼上帝给亚伯拉罕 叫他的子孙都行割礼 以代表他们在这个约里面 对当时他们的犹太人讲 行割礼跟我们今天 洗礼差不多是一样的意义 洗了礼之后你就是在这个恩典里面 那么同样呢 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献祭的一些的礼仪 宗教礼仪给他们 而希腊人他们有什么优势呢 当时的希腊人他们有聪明有智慧 比如讲我们今天的逻辑思考 按部就班推演 这些都是从希腊人来 那希腊人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或者发明就是哲学 哲学也是从希腊人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且他们很有文化 文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在他们的国家灭亡之后 后来是罗马帝国来取代他们 统治整个欧洲的南部 还有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管理的人是罗马人 但是很少人说罗马文化 我们称那个时代的文化都叫做 西罗文化 所以希腊的帝国 纵然已经灭亡了 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文化影响 影响到罗马人 所以罗马人虽然是统治者 但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 是很受希腊人影响的 所以希罗文化 所以希腊人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聪明智慧 但是耶稣说什么 你聪明智慧也好 靠人的智慧也好 你原本就有上帝的律法也好 你又没有好好的去遵守 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原本就拥有这些律法也好 对救恩来讲 最重要还是信跟承认 信跟承认 所以希腊人罗马人 得救的方法都是一样 而得救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 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一句经文的下半部 他说 他说 他是指上帝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所以在11节的后半部 出现了求告这个词汇 那么到了12节里面再一次的出现 显然得救了的人就懂得来求告上帝 那求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字连续出了两次 我就去翻一下我的希腊文字典 因为我以前是读 在神学装备的时候是读希伯来文 没有读希腊文 只读了希伯来文 所以希腊文就要靠字典了 那么在字典里面 这个原来的这个字 这个原来的字 Epicallios 它的意思是说 它有好几个意思 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翻译 它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呼叫 诶 来 诶 它也可以是对某人的称呼 说紫桃姐妹 这个 Easter姐妹这样 一个称呼 那么 它也可以是召唤人过来 这个比较像英文的 Saman Saman叫你来 叫你来法庭 来法庭做什么呢 Either是作证 或者是 更糟糕的是被告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边 大概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以去控告上帝 那么 比较可能是第四个意思 是请求对方前来 前来做什么呢 前来帮助你 所以求告的意思 我们就觉得 比较可能出现的就是 两个 第二跟第四个意思 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称呼 叫上帝 叫上帝做什么呢 请求他来 前来 到你这边来 来帮助你 求告 所以当我们呼求耶稣的时候 就是呼求耶稣来 帮助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 才能够得到帮助 你说耶稣来 请你来帮我 然后耶稣说 你这样的行星 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他所吩咐的 你要听 要听取他的吩咐 你叫他来帮你 他告诉你说 你碰到这样的行星 你应该这样做 然后你不要去照做的话 你觉得你能够得到帮助吗 大概也得不到帮助了 对不对 是自己不要了 所以要听取他的吩咐 然后也要学习他的教导 因为当他跟你讲说 你这样应该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东西会牵扯到那个 那个会牵扯到这个 所以这个是 对你来讲最好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看到 特别是你来到保罗的那些书信里面 他就很好地去解释 不管是救恩 不管是吃 祭拜过偶像的肉 跟怎么讲 聚会的一些的规则 守圣餐的一些规则 这些东西 他都有很好的解释 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知道 所以 耶稣的教导 也要去学习 看圣经 最后呢 已经知道他的吩咐 已经知道 已经学到他的道理 就要在落实在生活中 今天你碰到这个问题 你求告耶稣 耶稣来帮了你了 然后你明天你就不再做了 怎么样 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 那你又要在求告 有的人经历了两三次之后 学到教训成长了 有的人 讲难听一点 一辈子都在求告 当然 学会了 把它应用在生活中 常常这样子的生活 你就知道 恩典跟你同在了 你就有那个力量去对抗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种的诱惑 当然 还要有祷告 求他赐你力量 这个是基督教最大最大的差别 我印象很深刻 2019年 我们那个希望与你有约 在National Stadium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到那里去聚集的时候 华文的那一堂讲道的牧师 有人还记得是哪一个牧师吗 寇少恩牧师 从台湾来的寇少恩牧师 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提到他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的岁月 沉迷在毒品 沉迷在烟酒当中 沉迷在 五光十色的生活当中 他很想要转过来 但是他发觉很困难 就有一个朋友说 你倒不如去找一个信仰吧 但是他试了一些 听了一些其他的信仰之后 他说 这些信仰很多都是告诉我说 怎么做才是对的 他说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怎么做才是对 我也知道怎么做才是对 但是我沉迷于当中 我没有办法自拔 特别是毒瘾跟一些软性毒品 还有酒瘾 烟瘾这些东西 不是说戒就戒的 我沉迷在当中 我也知道戒的对我好 我不需要一个宗教信仰 来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需要的是因为上帝能够赐我力量 帮助我挣脱错的做好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差别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求告耶稣的时候 他是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把这些撇掉 靠自己的力量不行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 难怪这一段的经文讲说求告他的人 不管是在听耶稣的吩咐 学他的教导 或者是落实在生活中 甚至是通过祷告 寻求神迹的力量帮助我们 当我们愿意求告的时候 他会厚待一切 就是全部的人 他也会是求告他的人必然得救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会继续有各种各样的试探 但是这些试探的原本动力 欲望 不可能被挪掉了 因为这些欲望 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来的 我们只能在上帝的管控底下 合理的方式来行使这些的动力 所以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救恩的 然而要脱罪 要得救恩 只在乎信 而信了之后 生活的转变 是落实于我们 愿意来听耶稣的吩咐 来学他的教导 把这个教导吩咐 运用在生活中 而当我们发现我们 试图运用这个教导的时候 发觉很多的阻力 很难做到的时候 祷告 求告 因为这位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能够赐你力量去控制这一切的欲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来求告上帝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按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借着主耶稣 特别是现在搭在一起 我们想着主耶稣 如何上十字架 这一段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时 他赐下了救恩 直到这个救恩 就在我们的嘴边 就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愿意相信 当我们愿意承认的时候 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的了 然而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地来求告主耶稣 我们求告他 他所吩咐的 我们要去做 我们要听 他所教导的 我们要去学习 我们通过读经 我们明白这些吩咐的一切道理 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何去做 并且帮助我们 有力量 在我们的生活中 落实主耶稣的吩咐跟教导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我们要做 却做不到的时候 主你帮助我们 借着祷告 你行使你的神迹 你使到圣灵 改变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 所愿意为主做的 我们所愿意为主去进行的 都能够得到主的力量 好让我们争取的 不是世上的虚荣 而是真正的 在上帝里面的荣耀 主帮助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周牧师 传长上帝的话语 请大家起立 帮我们一同 帮我们一同以尼基亚信经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我们开神祷告说 我信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 并造一切 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子 在万事之前 为父所生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 不是被造的 与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 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应 同正临玛利亚取着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十字架 被害埋葬 照圣经第三日复活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是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的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曾借作先知传言 我信唯一圣儿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者 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 我指望死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Amen 现在是代祷时间 请大家坐下 我把时间交给董事经指示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的带领 还有保守 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平安的 再次的回到主你的圣所中 一起来敬拜你 赞美你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今天早晨的信息 来感谢主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了都能够明白 你的话语的真道 也求主你将你的话语 印记在我们的心中 作为养活我们灵命的良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为做我们的 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堂会来祷告 不论是福州堂会 福建堂会 或者是英语堂会 我们求主你继续 赐下合一的心在我们中间 让各堂会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不分彼此的 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能够互相的来佩戴 特别求主你赐下智慧的圆语 让我们在领人归主的道路上 能够更加的得利 能够带领更多失散的灵魂 归露住你的教会中 我们感谢主 也为做教会的其他的知识来祷告 我们求主你继续看顾儿童主的血 活力星期五的聚会 教导的事工 社区的工作 以及宣教的工作 特别纪念到平安乐灵 服务情绪的工作 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保守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做我们的牧者 来祷告 我们求主你继续加添力量 给罗主教 宗牧师 莫牧师 以及传道们 让他们在牧养的工作上 能够更加的得利 也求主你赐他们身体健康 保守他们的家庭 我们感谢主 也要为做领袖们来祷告 求主你继续加添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在事奉的道路上 能够更加的得利 感谢主 我们也求主眷顾 新加坡的冠病疫情 以及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我们也纪念到国家领袖 医护人员的身心灵健康 并能够保守本国 与其他国家疫苗接种者的旅游通道 能够进一步的恢复和扩大 我们也继续纪念到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局势的进展 求主你赐智慧和圆明的心 给各国的领袖 让他们能够找入化解此时的危机 也能够来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命和安全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主纪念教会领袖 当主教 罗主教 黄俊谦会立长 以及在各个牧区 教会医院 社区服务 学校以及六个宣教区服事的牧师们 传道们以及同工们 赐给他们身心灵的健康 并恩高他们的服事 以赐福他们的家人 以求主纪念教区华文部新移民研讨会 以及大灾系列的陪灵会的顺利进行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求主引领四月份 本堂会友大会的顺利召开 以及将要在会友大会中进行表决的四项 特别是接纳福州堂纪福建堂行政合并 接纳圣上一场新的章程 以及将平安热临服务 群聚的事工的管理权 移交给新加坡圣公会社区服务 求主你让这些所要表决的事项 能够顺利的通过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感谢主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捡选新的执事 来参加下一个今年的执事会 求主你赐执事们能够有主天的恩惠 让他们在所要承担的岗位上 能够得力的服侍 我们感谢主 这个时候我要为座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 此刻不论他们是在家中修养 在医院中 在疗养院中 我们求主你的灵此刻与他们同在 求主你伸出你大人的手来摸照他们 医治他们 减轻他们肉体上的痛苦 让他们能够导入得到康复 你求主此刻特别加添他们信心 让他们能够更专心来依靠主 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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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都是我们老会有 不过还是鼓励大家 继续把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来 那么接下来是几项的家训报告 首先是我们今天下午 我们会有这个祷告会 记得上次已经提过了 因为英文不要用楼下一楼 所以这一次的祷告会会全部在线上进行 再回去有实体跟综合的那个祷告会 可能下个月再说 目前这一次的祷告会全部在线上进行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待会三会之后 吃了午餐回家预备一下 我们1点15分线上节 启发课程在昨天已经开始了第一讲了 感谢主我们也有相当 虽然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感染疫情 在家里休息 没有办法来参加 最少有五位 但是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数出席 而且昨天的气氛也挺融洽的 对不对 那些有出席过的 所以我们继续盼望来临的星期六 我们进到第二讲的时候 我们继续能够有好的出席率 一个融洽的气氛 更希望我们第一次没有办法来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出席 我们的活力星期五 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这个活动 下一次是在5月11号 也就是来临的星期五 我们这一次好像报名已经差不多是满额了 是吗 我印象中我看到是 还有一点点位置 还有一点点位置 所以如果还想报名参加的话 就赶快发简讯给旧灵 我们的那个 那个教会的那个WhatsApp群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办公室 星期五 就只剩几个位置而已了 那这一次我会来主讲 那么讲的题目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另外一项的报告是阳光计划 我们仍然在招募中 我们已经有一次的这个说明会 有医院参加的姐妹 弟兄姐妹也报名了好几位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人手 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详细情形可以跟教募理解 或者跟日姓弟兄来询问 我们尽可能的跟你们详细的解释 那过后我们还会再进行多一次的召集 我们才正正事事的开始我们的服事 那另外就是我们大哉奇的这个灵修手册 这一次的灵修手册 我们只拿到很少 只有十多本实体的 hard copy的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的 那我们鼓励你 跟我们的秀灵来索取 我们还有一点点 但是更鼓励大家 如果说要有电子版的用手机 你就可以上线去拿到这个灵修手册 是电子版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长年大会 长年大会有好几项的报告 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首先是我们这次要通过 刚才在祷告中也提到 要通过新的章程 这个新的章程总共有八页 已经是放在楼下的那个布告栏那边 大家去看 它原版是英文的 我们的蔡传道正在做华文的翻译 很快的有华文的版本 我们也会放上去 鼓励弟兄姐妹们去看 去了解 因为我们要投票看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个新的这个章程 另外就是我们要分发这个长年大会的大会报告书 这个报告书有好几页 有几种方式可以给弟兄姐妹们 如果大家去年在这边的大概也知道 有四个选项 A跟B是拿到印刷版 Hot copy的好像这样子的 纸的 但是A的选项就是说你要在教会3月20日主日 你来这边的时候我们给你Hot copy 第二个选项是邮寄 直接寄到你家里面去 然后CD是电子版的 电子版有两个方式可以寄到你的电邮 如果你喜欢使用电邮或者不喜欢用WhatsApp 另外一个D的选项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网 直接把那个 电子版的长年报告书 发到你的手机里面去 有人觉得手机太小 他可能要用电脑 要电邮版 所以总共有四个选项 今天你反正在这边我就鼓励你 把你的选项你要A B或者C或者D 或者其实还有第五个选项 这样就是X 就是说我不需要了 反正我看也看不懂 我也不会来长年大会就X 就省下一份了 这样你选择怎么样 请待会上会的时候跟秀琳 或者是跟我们招待组长 要财或者是大卫 来告诉大家说你要的是什么方式获得 那么 直接我们也会在广播网 做一个提醒 收集大家你们用什么方式拿到这个长年报告 那么拿到长年报告以后对里面提议的一些事项 比如讲说行政合并 改章程这些东西 有任何询问 3月31号之前 下午5点之前提交你的询问 可以是书面的 可以是 电子的 可以是通过WhatsApp的 可以是通过电邮的方式 来提出你的询问 当然那些要在现场的时候来 然后在现场问的 也可以 好 在长年大会被提议的几项事项当中 包括我们下一届的执事 这边也有付给大家这些富州堂 还有富建堂 被提名 并且被接受提名的这些 执事的候选人 他们的名字都列在那边 甚至在你们的周刊里面 连提议人 付议人都有 所以大家看一看 知道是哪一些人会成为我们下一届的执事 然后接下来是几项是关于 教区的报告 首先我们的新移民的这个聚会 大家可以在周刊里面看到 鼓励大家扫描那个QR码 然后在线上 在zoom里面来参加 另外一个是关于现在已经进入大灾期 在大灾期通常都会有陪灵会 这次的陪灵会是座堂在举办 那么 下个星期五开始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实体 但是大家也可能是可以透过线上的一个方式 那么 鼓励大家 按照我们周刊里面的指示 去报名 我们每次都会报告的就是我们 建堂的这个筹款 我们看到筹款数目又上升了 139000 鼓励弟兄姐妹们继续的来为这建堂来 奉献 或者应该讲为这 以后的建堂 的筹备来奉献 那奉献的方式 还有给我们十一奉献以及其他奉献的方式 同样的就是 可以放在我们前面跟后面的奉献箱 也可以通过支票 线上转账 或者其他二维码的方式来做奉献 好 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结束 请大家预备心 我们要来领受圣餐 可能我也更正一下 刚才周牧师做报告的一个小小的错误 阿们 天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当中 我们求你的保血遮盖着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以及他们的家人 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不断的有你的医治能力 你要保守在当中 那些被揽上这个疫情的 主我们也求你恩待 让他们很快的康复 也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继续有着你上头的能力来应对一切 帮助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 以致他们继续有着健康的身体 活活的灵 使到他们以及他们的一家 都在你面前 永远享受你的健库和保守 我们将的交托祷告 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是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有缘全人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 所赐的福 将在你们 以及你们所亲爱的家人当中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请坐 我们这时候 我们来唱散会诗 我要顺服 之后我们 默祷平安散会 这是我们下周到座里的前后 幽闸 拉 幽闸 里面 幽闸 幽闸 语 幽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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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纸帮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敢随快报 耶稣基督是纸帮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敢随快报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为了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你全部 我永远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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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快跑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祝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为了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处 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